大家好,我是胖子 前两天一位网友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 这可把我给难坏了 就是说据天眼查APP显示 德云社旗下有两家公司 最近一段时间把原先过千万的注册资金 减少到了只剩下一百万 这是不是说明德云社目前的经营状况非常不好 这是不是意味着麒麟巨社马上要倒闭了 哎呀,这个事啊,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要是问街面上的买卖啊 我还能给你解释解释 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它归在哪一行里 咱们哪位热心的观众要是对这事门清的话 您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这位朋友解释一下 据我所知呢,麒麟巨社最近这两年的买卖干得非常不错 有郭老师,有陶阳,门票销售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门票价格还不低呢 你要说麒麟巨社刚开业的那两年 他确实经历过停演 前五年的时候一直是入不敷出的一个状况 这两年已经好多了 而且门票呀,现场呀,效果呀,观众呀 反正网上都有视频,您各位去看一看吧 对于这个事,我的观点是 自打郭老师走从开始,到现如今二十年的时间 它一直是娱乐圈的顶流 更不要说是向上圈了 反正你人红了 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一句话,甚至说一个表情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也许注册资金减持这个事呢,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操作 但它只要跟郭德纲,跟德云社有关系 它一定会成为热门话题 说不准围绕着这事的各种奇葩言论 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撤股了,注册资金减少了 这是要关门倒闭了 这已经证明了郭德纲唱京剧不行 正在糟蹋经济艺术了 等等等等吧 反正这些东西这么多年来 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其实说白了,不就是看不了德云社的好吗 不就是不愿意承认郭德纲的优秀吗 当然了,郭老师也确实太气人了 又说相声,又说评书 还会唱京剧 姑许说他也想参谎 最可恨的是他 干一行,他就火一行 一千多块的门票,他一块就卖光了 你还让别人活不活 你说怎么办呢 其实啊,您各位不了解 不光黑粉,不想看到郭老师唱京剧 我也不想看呀 我早就盼着他不再唱京剧 不搞什么鼓曲车 他最好能天天的待在小书馆里 好好的说书 什么丑娘娘呀,季工传呀,剑侠图呀 反正这些年,二十多年吧,挖下的坑 都一个一个都填平了 那该多好呀 可问题是,这些事我说了不算 郭老师他不听我的,对不对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朋友们要觉得胖子的观点还有点意思的话 多多点赞,关注,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